先生 您的桌好了 谢谢 我现在回去了 大家吃完了一起回去吧 周梁梁会心 你们吃吧 大猫 嗯 刚刚诚哥那波操作 你看懂吗 这是什么看不懂的 诚哥不是是美食宝吗 难得不能别聊了 我快饿死了 我也是啊 那走吧 请你们吃饭去啊 好 走 走走走走 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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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饿点 小姐姐 你干嘛呢 我不去了 你们去吧 我不饿 我一会儿直播好了 工资都快被扣光了 没心情挥霍 退一价几十万贵不贵 用那些钱 不如买几个包包 买几条裙子乐呵乐呵 多好 行 那你直播吧 我回来给你带好吃的 嗯 你直播老实点 千万别再乱说话了 知道了 知道了 拜拜 嗯 你好 您好 我刚点了份砂锅之后打包好了吗 马上就好了 先生 谢谢啊 是条静音了吗 怎么只有粉丝在自嗨 小姐姐不说话 看来是真的学乖了 认认真真地练习 不过不是嘛 要是以前 哪能这么安静如鸡啊 先生 您的桌好了 谢谢啊 我先回去了 大家吃完了一起回去吧 周亮亮会心 你们吃吧 老毛 嗯 刚刚诚哥那波操作 你看懂吗 这是什么看不懂的 诚哥不是没吃饱吗 不是 为什么打人啊 为什么打人啊 打了人的职业拳手 居然还来直播 不知道你们这些女粉有什么叫好啊 这笑容打人就是打人了呀 维护队友又怎么了 这些选手年薪几十上百万 做个互动游戏能委屈死他们呀 小姐姐姐 这位一位路人 方官等一下 别疯他 让他说话 选手一年年薪几十万上百万 是吃你的了还是花你的了呀 打职业又不是猴子卖艺 身体不舒服还不能叫停了 什么身体不舒服 一群网瘾少年 打几场游戏轻轻松松赚这么多钱 那你也来啊 赶紧来 马不停蹄的来 现在各大俱乐部清训都还招人呢 谁拦着你了 就做个活动怎么了 别人都能做 你有心脏病 体育老师叫你去操场 跑个一千五百米 你去吗 别人都能跑 就你不能跑 我看小胖他们最后都做了 不也是抱着那一群修够笑得美滋滋 不笑 难道还哭吗 我真不想做 你们ZGDX工作人员是干嘛的 让你来 让一个队员上去扛 被别人当枪使来帮人数钱 今天出错了风头 被罚开心不 开心 我贼开心 说真的 我一点都不后悔 坚持不让做这个游戏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 怎么了 这件事情是我们到现场之后才知道的 临时通知 瑞哥没办法说话 也不怪他 说真的 我唯一后悔的就是 这件事情搞得我队友鸡飞狗跳 俱乐部也鸡飞狗跳 害得大家跟我一起挨骂 对对对 我当时就不应该冲过去 现场那么多人 我当时就应该就 这么快 敬你是条汉子的大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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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你就是该被打的 真的 我当时就应该温和地 好好地跟主办方 沟通一下这个情况 对 因为是队伍里面有几个队员手 刚做完理疗 确实不能剧烈运动 和大家好好沟通一下 商量一下解决办法 肯定是可以的 对对对 大家都是文明人嘛 方管 给这个一位路人 发一朵小红花吧 我觉得他骂我骂得对 我也觉得我太冲动了 是是是 像个泼妇 真的泼妇 真的很不应该 千不该万不该啊 没有小红花 那算了 谢谢诚哥 主播你的眼睛都快掉出来 挂上这身上了 看了不然他爹子冲了 这把 你翻脸比翻书还快 你们别说了 陆思成 队长 已经一整天都没有公说过话了 仿佛掉进了寒冰地狱 暂时还没有找到解救自己的办法 仍然是身处地狱之中 哄他 你让他是三岁小孩啊 拿头哄 哄他 是是是 他白狼玩得还不错 千里之外支配的文宝宝瑟瑟发动 这个人 说要去诚哥的房间举报我 房管大的呢 干活了 这个人 疯了疯了 这种挑拨队友之间和谐关系的 就应该杀一井板 别说了傻袍子 五分钟前系统就提示陆思成的号进了你的直播间 你还从那儿得不得不停下来 你走死啊 以上说的都是开玩笑 我现在要去面壁思过了 下周周一的例会上 我将带着我的万字检讨书 发表我最真实的讲话 嗯 好了 我要去写检讨了 关注播了 再见 白痴 烦死了 我会不会就此为契机被陆月谋朝篡位 然后沦落到一辈子在饮水机旁瑟瑟发抖 然后再对我变成一个小透明 对我只有在点外卖的时候才会想起我 那谁正好闲着可以点外卖 你的那些队友啊 话多得恨不得跟空气都聊上两句 怎么会冷落你一个人看清水机的 我看你就是饿的 队长这不是给你带了粥吗 吃饱了就去睡吧 金塞一场 忍忍就过去了 你的手发还是你的手发 队长也不可能一辈子不跟你说话 真的 嗯 你们俱乐部的通告不都已经发了吗 还能有假 我问的不是这个 嗯 你也不想想 如果真的决定要跟一个人冷战一辈子 谁还会担心他是不是饿 还给他带粥喝 只会想把他脑袋恩情下嘴道里 让他吃香吃到狗袋好吗 明明在意的就是队长大人理不理你 现在拉着全队躺枪 你们恋爱中的少女 都像你这样患得患失神经兮兮的 我 小姐姐 小姐姐 想到你要糟 没想到你这么惨 怎么 被队长大人赶出来流落街头了 我们刚刚围观了你的翻车现场 一手凉凉送给你 没有好吗 你们吃完宵夜去哪儿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没有 没去哪儿 我们吃完饭就直接回来 对啊 那诚哥他怎么 诚哥说呀 他怕粥凉了会腥 但是现在看起来 估计怕你会饿死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你俩还没说话呀 没有 你们两个 一个过于骄傲 一个过于傲娇 打算死磕一辈子 看好你们 男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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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狗